今天下这么大雨 你怎么在这里 最近发生太多事了 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哥知道 见妈妈的前一晚 你也没有睡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你被嫁出去这13年 所有的委屈和痛苦 都是你自己扛 哥知道 你心里一定是怨妈的 但是看到妈生病的时候 你心里应该也不好受吧 看到妈那样 我忽然觉得 这十多年的所有委屈和痛 我犯不了什么 我只希望妈妈能健健康康的 因为家人比较安心 但是我没想到 没想到 我们竟然都不是妈妈情深的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 整个人都是懵的 我这两天回来以后 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想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其实我也想了一遍 我还是想要回去 毕竟脑子太转了 小心啊 不管怎么样 妈妈永远都是我们的妈妈 养育之恩大一天 我知道她们 但是我现在放心不下团团 我想 我想 先回去找到团团 然后我们再一起想 团团的事情你就放心吧 有老邱呢 一定会帮你要回来的 你就这么回去了 谁来照顾你 哥 我都这么大人了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吗 就是我现在能力有限 妈妈这些麻烦你 我们感冒了吗 妹 我们是一家人 照顾妈 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你听哥一句话 你好不容易走出大山了 哥现在有能力照顾你 不管我们是不是亲兄妹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0年 这个情谊是永远不会变的 你永远是我的妹妹 哥不想看到你受任何威胁 我现在特别特别迷茫 我想着回去之后好好想一想 以后的打算 等我成长 你要回团餐了 我们一家人在 哥你要不早点回事 我看你都咳嗽好了 没事 妹啊 如果你决定了 哥 怎么样都会去支持你 但是 你记得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都要跟我说 哥永远是你的娘家人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晚一点会转一点钱到你的卡上 你就留着用 不用了哥 我再不想再麻烦你 我们是亲兄妹 不要再说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